樊心跟景川明明就是两情相悦 你居然说我儿子是个意外 根本就不是的呀 你是孩子们的外婆 我也是孩子们的奶奶 大不了我们就一起待嘛 你居然连我当奶奶的资格都要剥夺掉 真的好残忍 好冷血 好无情啊 好了好了 别好了 一起待一起待 那好啊 不如你搬到盛景庄园吧 我们可以陪你一起复健 而且樊心现在还怀着孕 你在跟前 各方面我也可以照顾一下 住在你们家里 不可能 我一个娘家人 没道理跟着你们一起住 你承认自己是娘家人了 有谁规定亲家不能住在一起了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们好 更何况有你在跟前 樊心心情会更好一些 姬凤棉毛子闪了闪 这个说辞确实让人动摇 好了 就这么说定了 看到姬凤棉动摇 樓若伊当下就敲定了 樓若伊虽然冷着脸 但是也没有拒绝 沈樊心难免高兴 也从房间里走出来 楼若依朝着沈繁星眨了一下眼睛 偷偷竖了一个大拇指 收拾妥当 几个人推着姬凤棉走出康复中心 沈繁星被楼若依小心翼翼地拉着上了车 姬凤棉被楚书 护着上了另外一辆车 伯太太看来很喜欢小小姐 太诈呼了 跟她处得久了头疼 也不知道繁星习不习惯和她相处 伯太太这样性子的人啊 应该所有人都会轻易习惯的吧 毕竟谁不是逼着自己成熟呢 也许吧 这样的人 的确 的确是很容易讨人喜欢的 大小姐其实也不讨厌她吧 也谈不上喜欢 我喜不喜欢不重要 重要是对繁星真的好 不然 我再喜欢又有什么用呢 我看伯家的大少爷对小小姐也是真心的 当初为了您带回来 也是花了不少精力 而这个时候 车子已经好久没有移动过了 怎么回事 前面似乎出了什么事过 我下去看看 嗯 楚叔打开车门下了车 没多久 便又打开车门上了车 奇怪 周围一带突然停了电 听说已经通知有关部门 紧急排查问题了 怎么也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一线城市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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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